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一定都听过妈妈的一句唠叨 说关灯别玩手机 眼睛还要不要了 这句话我可太熟悉了 曾经我也没把这句话当回事 直到我看到了下面的这条新闻 大家以为关灯玩手机受害的只是眼睛吗 其实皮肤也可能会遭罪 没错 那最近有网友就分享了 自己国庆期间的亲身经历 说晚上关灯玩手机的时候 被一只黑红相间的虫子给亲密接触了 虫子趋光 这小虫子冲着手机的亮光爬过来 在自己的脸上爬动 不过当时它也没有太当回事 因为虫子不大 轻轻一碰就扒了走了 没想到的是 最后几天它的眼下就开始红肿疼痛 到医院一看一查 这医生诊断是隐翅虫皮炎 它把自己的经历发到网上之后 有很多网友都纷纷表示 隐翅虫我也被咬过 还有不少人直接就上照片了 皮肤接触过隐翅虫之后 会留下明显的痕迹 并且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才会消除 你看这照片这红肿一片 这看着都挺吓人 说这个隐翅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虫子 威力怎么就这么大呢 隐翅虫它不大也叫飞蚂蚁 因为看上去就像是蚂蚁长的翅膀 之所以能对皮肤造成损害 是因为它带有强酸性毒液 一旦被它叮咬 身上就会出现了条状片状红肿 还会出现浓点溃疡 还有骚痒 灼痛和灼热感 像每年的6到9月是隐翅虫活跃的时期 一般出现在潮湿的地方 大部分是在南方 不过咱们北方也能见到 像咱们沈阳其实就有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隐翅虫具有趋光性 这晚上就会往有灯光的地方来飞 这也就为什么关灯玩手机会遭殃 是 一旦跟隐翅虫接触呢 我们千万不要把它拍死 因为它的毒液会对我们的皮肤造成伤害 我们说一旦被叮咬的话 如果情况不太严重的 那第一时间呢 要用小苏打水还有肥皂水处理 之后再外用皮盐瓶 或者是百多邦来涂抹 那如果情况严重了 出现了溃烂还有疼痛 那还是赶紧到医院来就医处理吧 嗯